好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經濟部省次長還有環保署署長 好 請審次長跟魏署長 好 委員好 今天的主題非常的沉重啦 我們台灣的石化業 台灣的石化業到底要不要存在 台灣的石化業占了 整個經濟產值占了3.7兆每年 它的上游的勞工就業人數大概7.3萬人 如果包括下游的部分塑膠類的大概30萬人 那它創造的GDP也占了一部分 當然石化業是一個高污染的產業 那有些過去早期開發的像高雄地區 就顯得非常的雜亂 那像雲林地區它的石化專區六清那裡 它會比較集中 所以在整個管線的安排上 過去高雄確實從整個都市的發展 從工業區的發展雜亂無章 才導致目前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東西是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兩難 我不知道這個我們經濟部審視長 對於這個未來的整個石化業 你覺得台灣需不需要發展石化 或者是對於高雄的這樣的狀況 沒有一個石化專區散布在各地 像高雄地區 北部南部 東部西部 它要來加工來製造的時候 就拉管線 拉來拉去 整個城市下面都是管線 這個聽起來真的是也蠻悲哀的 但是這個跟整個都市化 整個工業的發展是息息相關 我不知道 沈市長你這邊看法怎麼樣 好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首先談到石化產業的一個政策來說的話 石化是一個基礎產業 那這個基礎產業關係到 整個國內的上下游產業的一個健全發展 那我們現在也考慮到整個現在 整個這個環境的負擔 所以我們整個政策上是朝量在外 直在內 就是屬於比較高質化的部分 留在國內 那所謂高質化的部分大概就是 譬如說我們這些電子級的材料 以及光鞋級的材料跟光電子級的材料 這些高附加價值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留在國內 否則受助於人的話 我們產業的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所以以目前我們大概會朝這個方向來 那高雄是發展是哪一個部分的 那現在就談到高雄 高雄來說的話 剛剛委員也提到 早期有它的一個歷史的背景 所以呢 整個都早期那些管線在走的時候 到最後呢 變成在大馬路上了 那現在呢 也基於讓我們高雄市民整個呢 要有一個所謂的安心 所以我們現在朝著呢 就是所謂實化專區來考量 那實化專區的考量的話 希望呢來解決有一個實化專區的話 然後讓我們的這些大設的工業區呢 實化專區開發完了以後 然後來往專區來移動 那這樣呢 就解決這些管線呢 在馬路上讓我們大家呢 不放心 那現在我們也在跟高雄市政府在談 怎麼來合作 所謂合作就是我們先來做一個先期規劃 那先期規劃呢 我們也會把請高雄市政府 還有我們的實化業者 還有相關的政府部門都要一起進來 同時來談 然後再來談規劃完以後 我們就來進行 好 這個如果高雄市政府呢 當然主張啊 透過自治條例 希望總部搬到高雄去 那當然這個做法 地方政府當然透過自治條例 有權來主張啦 但是對於其他的縣市 是不是會彼此來校遊 這一點倒是還蠻值得考慮的 譬如說像雲林 過去想要來增探稅 或者是很多的稅收 因為雲林有實化取 但是呢 台塑化 台化 他們的總公司設在台北 那是不是會比照這樣的角度來 導致另外一個問題 我在問啊 我想說啊 如果高雄市透過自治條例 來決定說我們啊 所有的石化工廠 石化業 在五年 十年必須要全部搬出 我們不要石化在高雄 跟我們在一起 因為我們找不到地方 來設所謂的石化專區 我們對於經營這種石化也沒興趣 我們追求一個綠能的 非常環境保護的社會正義的一個地方 你覺得這樣的自治條例 你不知道 省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好 跟委員報告 首先先談石化這個產業 一定要先強調要符合公安跟環保 因為有了公安跟環保 你這個產業在當地呢 讓大家沒有所謂的安全上的這些恐懼啊 那大家才能接受 這個一直談到呢 這一個所謂的 你一定要做好公安環保 是我們大概一個首要的一個考量 那至於這一些所謂的 這些自治條例的部分 牽涉到法規的部分呢 這部分可能再由法務單位再去探討 那我就不合法建造嘛 我就不合法任何的消防許可嘛 那自然就達到我不要石化業的目的啦 這是一個問題 但另外我要問環保署長 我們是不是請那個經濟部署長回座啊 當然任何的石化業的發展 或者是我們要來推動 這個減核或者是廢核的問題 核一核二核三場 總共六號機組 2018 2019 2011 2021 2023 2024 分別啊 除一 但是我們知道PM2.5 目前 譬如說以抖六地區來講 都是超標三四倍以上 那麼 抖六輪背 輪背甚至於昨天的3月16號 今天的 我剛才上去查 輪背是72毫克 超出我們目前標準值15 三倍 三四倍以上 這種狀況呢 我們如果在核能 我們知道用火力發電用煤炭來燃燒 整個溫室氣體的增加 包括我們PA2.5也會增加 我不知道署長你有什麼看法 當然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這個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發展 永續發展牽涉到我們國家的能源供應 能源是從哪裡來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問題 完全核能發電 完全核能發電退出的話 這個目前的這個電力供應呢 有百分之幾要靠煤炭來了 簡單的我簡單的問 如果核能退出 我們用火力發電 用煤來燃燒發電 我們的PM2.5會不會增加 我們加強這個管磨管制的話 其實還是有很多環保的要求 就是像剛才次長所講的 他就是要做更好的這個處理 讓它的管磨排出來的少 這個就污染物來講 但是就溫室氣體呢 就看它有沒有做其他的 譬如說有沒有做碳補桌跟碳這個 我們有沒有辦法達到東京議定書裡面 對我們台灣在整個溫室氣體 減量的部分的整個目標 有沒有辦法達成 當然就比較困難 因為原來的核能發電 它的這個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比較低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低 那這個缺口就是要做用其他的方式 來把它鋪平 那就是要做更多的投資 好 當然用一些替代能源 來做發電的能量 譬如說風力 或者是水力 或者是太陽能 大概特別是風力跟太陽能的部分 它不是基載電力 不是24小時運作的電力 所以當然在 在這個當然 我覺得環保署這裡 大概也必須要來設定一些目標 來鼓勵大家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政府 來鼓勵大家 來節能減碳的 減少PM2.5的排放的 一些電力的替代能源的尋找 目前我們核能大概有12%的發電量 如果我們把12% 逐步把它減少提供一些誘因 12% 那我們韓國是30% 那12%你要來減少 你大概要補上補上去 沒減1%要補1% 現在再生能源 照我們這個能源局公布的數字 確實是沒有那麼高 大概也就是2% 大概3%左右 所以這個12%的缺口 尤其它是基載電力 必須要由天然氣或者煤炭或者石油 這方面來做 也就是說還是會到化石能源 化石能源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就會比較高 對 好 當然就是PM2.5數字逐漸增加 環保署這裡好像是已經失控了 這一點導致大家要非常努力的來檢討 你剛才提到說PM2.5 可以來減少 可以透過一些 譬如說它的一些手段 一些工具 或者一些設備 可以把這個排放把它減少 我覺得確實要提出一些鼓勵的激勵的辦法 才有辦法達成 是的 謝謝 應該走這個方向 是